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等等这些就是在我们的专业的生产当中 使用的明报的物品三类 第二个明报的物品的火灾爆炸危险因素 不同类别和品种的爆炸物品 在生产次程认识和使用过程当中 它的危险因素不尽相同 因为它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 明报的物品我们的各类黑火药炸药雷管 这些都是容易有亦元亦暴的危险 所以它肯定是有危险性 但是它的各个过程当中 导致这种火灾爆炸危险 它可能因素也不一样 比方说乳化炸药我们看一下 乳化炸药在生产过程当中肯定有危险 它容易氧化分解和爆炸 那么还有消失胺 在此生的过程当中 乳化炸药它用到消失胺 消失胺本身也是这一个危险性 这个炸药的这个成分 它取成过程当中会发生自然分解 放出热量 可以自然的分解 本身就自然分解了 还有在制造过程当中 油向材料取成的时候 入到高温氧化剂的时候 容易发生燃烧 油向材料入到高温氧化剂 发生燃烧 有燃烧 引起燃烧的事故 是吧 那么另外就是说我们这个乳化炸药在储存润输的过程当中 它发生这个碰撞啊 撞击啊等等 它也有危险 所以这个根据它的工序的这个不同 我们来考虑它的危险性 第三个 烟花爆竹的这个燃烧特性是一样的 有能量特征 表示它的做工能力的 有燃烧特性 是能量释放能力的 前面说的这个 要重点了解的 主要取决于火药的燃烧受率和燃烧的表面积 第三个是力学特性 那就满足一定强度的 那么这里面还有一个安定性 前面我们没讲安定性 安定性指的是长期此生中 物理化学性质的相对稳定 我们说安定是和时间有关 长期此生它都不应该变质 还能够保持它的稳定 安全性 那就是说安全可靠 前面也讲过了 所以这个特性跟我们 这个烟花爆竹里面讲的这个类似 相互理解 第二个是炸药爆炸的特征 这个我们重点要考虑的 炸药爆炸的特征 前面我们也讲了 这个粉尘爆炸的特征 那么这一个也是要相互的去对比 和气体爆炸 这个也要对比 炸药爆炸特征有三个 反应过程的放热性 就放热的热量很大 第二反应过程的高速度 速度很高 因为爆炸 火要爆炸 炸药爆炸 肯定这一个爆炸 这个波的速度很快 第三个反应生成物当中 必定还要带点气态物质 气态物质比较多 气体 第二个 民用爆炸物品的燃烧爆炸敏感度 及其影响因素 首先第一个是起爆器材 工业炸药的燃烧爆炸的敏感度 敏感度跟我们前面讲 这个烟化爆炸的敏感度是一样的 民用爆炸物品在外界作业下 引起燃烧爆炸的难易程度 我们就称为民用爆炸物品的敏感程度 简称民用爆炸品的感度 感度有哪些 有火焰感度 热感度 热感度实际上前面讲过有温度 有加热的热量 点火能量 还有机械感度 机械感度我们前面讲的撞击摩擦 另外还有电感度 电的电流 光感度 冲击波感度 爆红感度 所以它根据不同的类别 它的感度还是比较多的 那么重点还是我们机械感度 热感度 这个是我们常见的感度了 机械感度就是撞击摩擦 热感度就是我们的点火能量 爆炸点 第二个 民用爆炸物品的影响因素 影响因素的很多 有这个炸药的性质 有的炸药容易爆 有的炸药稍微微小一点 装药的领界尺寸 装药我们一定要满足一定的尺寸要求 打到这个尺寸它爆 如果这个装药力量太小了 它爆不了 还有炸药层的厚度和密度 厚度密度越大 一般来说容易爆 还有炸药的杂质及含量 有哪些杂质 还有周围气体的 介绍的气体压力 压力越高就肯定越容易爆 壳体的密封 缓解温度和室度 温度越高容易爆 室度越小 越容易爆 这些影响因素 了解一下就行了 第三个 民用爆炸物品 基本的安全知识 第二个 里面讲 民用爆炸物品的燃烧爆炸 敏感度极其影响因素 第三个问题是爆炸冲击波的破坏作用和防护措施 首先第一个爆炸冲击波的破坏作用 空气冲击波的出使压力可以达到100兆币以上 也就是波密压力 前面也讲过容器爆炸 容器爆炸 它的破坏 主要就是爆炸的破坏就是出击波 冲击波我们达到100兆币以上 在前面讲这个压力容器的100兆币的压力容器 我们就收入这个超高压压力容器 所以这个压力很大 实际上0点几兆币的这个冲击波 我们就使人能够死亡 第二个是防护措施 防护措施要考虑到工厂 仓库的厂子选择 总体规划和设计合理 这个实际上就是厂子的这个选择问题 要选择这个软泥城市的偏僻地带 离我们的这个周围的这个其他购作物建筑物 这个公共设施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第三个是工厂的平面布置 实际上跟我们前面讲 烟化暴泽也一样 那么危险工艺和非危险工艺 我们要分开来区化布置 职厂区应该布置在非危险区的下风车 也就是如果放在上风车 它是因为容易产生这个有毒与害的这个物质 所以它容易造成影响 对下面的人软造成影响 总仓库区和销毁场所 我们也要这个选择布置 总仓库区和销毁场所 我们一般都是要布置在这个比较偏的 低洼的这个地方 要相当好一些 减少对周围的这个影响 当然如果是低洼的 你还要考虑到通风环境的这个要求了 第四个安全距离 跟前面讲的一样 包括外部安全距离和内部安全距离 都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第五个工艺布置 也跟前面讲的类似 是指生产的这个危险工艺和非危险工艺 直接要相互的隔开 危险品的生产厂房和库房 在平面上 以布置成简单的纸型 前面也讲了 不要布置 哈罗型 凹型 其他的工字型 或者其他的形状 第六个电气设备的防暴问题 防暴型电气设备 第七个防垒电 第八个防静电 就防垒防静电 第九有快速 自动快速雨林系统 要有这个雨林的灭火的这个设施 自动灭火系统实际上 第十要有火灾暴警系统 那个火灾暴警的 也基本上是这个情况 从名称上去了解一下就行了 第四 日防燃烧爆炸事故的主要措施 有哪些 这个也是从它的生产工艺建筑结构 这个安全的这个要求上面去考虑 我们也不想继续解释了 第二个 民用爆破爆炸物品 生产安全管理的要求 我们根据安全实际法 和安全实际塑稿证条例 担保了民用爆破器材 安全实际塑稿证实施办法 那么其中 这个相应的要求 跟我们前面讲的烟花爆炸 也基本上是差不多 生产企业必须依照有关规定 取得安全实际塑稿证 安全实际塑稿证 第二个 要建立健全安全实际责任制 及各项管理制度 第三个 安全投入 要符合安全实际塑稿的要求 第四个 设置安全实际管理机构 配备专职 安全实际管理人员 但是对这个人数 我们没有限制 前面讲的烟花爆炸 都是百分之一以上 还有进行教育培训 考核合格执政上党 其中的爆破人员 爆破人员 爆破人员 我们必须要获得 公安部门的发证 我们民用爆炸物品 是由公安部门来管理的 所以它不收入特种作业人员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 安建部门来考核发证的 它是公安部门来考核发证 要满足安全实际技术的条件 依法进行安全评价 满足事故应急管理的要求 这个跟我们前面的情况 就是类似的 我们也看一下例题 乳化炸药的生产工艺 包括油项自备 水项自备 乳化 敏化 装药包装等步骤 其生产工艺过程当中 存在着火灾爆炸的风险 下列官员乳化炸药生产 取成和润实过程 危险因受的说法当中 正确的是哪一个 乳化炸药具有较高的爆红特性 有这个爆红特性 炸药本身有这个爆红 制造过程当中 不会形成爆炸性的粉尘 错的 我们会形成的 也就是说它 加工过程当中粉碎 有这个粉尘 能够引起爆炸 并制造乳化炸药 用的硝酸胺 乘取过程当中 不会发生自然分解 也错的 硝酸胺本身 可以氧化分解 就会氧化分解 所以油项材料出生的时候 入到高温缓染剂的时候 容易发生爆炸 这是错的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 不是入到缓染剂 我们油项材料入到氧化剂 氧化剂的时候 容易氧化燃烧 也不是这个爆炸 燃烧 所以这个是错的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这里面 只有D是正确的了 D 乳化炸药润输 可能发生碰撞及摩擦等险情 碰撞摩擦 这肯定有一个发生的 会引起乳化炸药的燃烧 或者爆炸 就是对的 所以它的各个生产工序 都有这种危险性 生产 储存 润输 都有危险 当然是D 接着看 炸药爆炸的特征 不包括哪一个 爆炸的特征 我们炸药爆炸的特征 有三个 有三个 那三个呢 我们看一下 A 反应过程的放热性大 有放热性 就是对的 B 反应过程的速度高 也是对的 速度很高 C 反应过程感应期长 这个就错了 没有感应期长 这个感应期短 因为它的这个炸药爆炸 还是很快的 对 反应生存工序 含有大量的气态物质 也对的 有气态物质 所以这个 Boss 包括的这个特征 就是C 接着看 下列关于 米油爆炸物品生产企业 安全生产要求的说法当中 错误的是哪一个 A 米油爆炸物品生产企业 应定期进行安全评价 和编制事故应急乱 这是我们评价 应急的管理的要求 对的 B 地方政府应进一步加强 对米油爆炸物品生产企业 安全监督和管理 加强安全监管 也没有什么问题 对的 C 地方政府主管部门 应负责对米油爆炸物品 使用人员的 安全生产意识教育 和安全技术培训 这就不对了 根据安全生产法的这个规定 我们这个生产经营单位的 这个人员培训 一般情况下 我们都是由我们这个 生产经营单位自己负责 那么其中的特种作业人员 我们要经过有关部门的考核 发证 获得证以后辞职上岗 但是我们现在没有说 发证的这个问题 它是意识教育 技术培训 那么由生产经营单位自己负责 这个不是由我们的地方政府来 主管部门来负责 所以这个是错误的 接着看D 铃铛包装物品摄像企业应投入资金 进行安全计改 从工程建设和工艺设备上 采取防护防暴措施 提高安全防范的技术水平 这个也没问题 是吧 要加强这个安全的这个事故日防 是吧 这个问题正确的 所以错误的就是D 这是我们第四节的内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